這些羽絨挑一定的量進來 然後用蒸氣處理了之後 處理完畢了之後 再放在那容器裡面 你再慢慢的往下壓擠 而且壓擠還要分斷的這個速度 在你壓擠以前 先要把這個蒸氣處理後的水分都去掉 然後看到壓擠 你能夠壓擠到多少的這個高度 多少的長度 而且甚至是以 我們的這個所謂的millimeter 就是毫米在做計算 包括說比如說 你是不是有酸鹼值 那還要拿出來 看看這個羽絨裡面是不是有酸鹼的這個問題 過酸或是過鹼的問題 它會不會耗氧量等等 其實是檢驗的非常嚴格了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 如果廠商做得好的時候 消費者是滿有保障的 其實保障有時候 我們希望可以看這種所謂的標訊 我請翠芬姐先跟我們一起看一下 然後等一下再告訴我們 大概會挑哪一種的 比如說這個麵料 通常他都會很誠實的告訴你 因為一摸就知道了 沒有辦法作假 比如說像是聚脂胺纖維 或是尼龍 還有聚脂纖維跟迪倫等等 但是裡面的填充物 你會發現有羽毛球 羽毛骨 還有羽絨跟羽毛 也就是我們剛剛提到這個比例的部分 羽絨有九成 看起來是相對的不錯 如果說呢 填充物是 灰鴨絨跟羽毛 以及羽絨跟羽毛 五十跟五十的話 翠芬姐通常如果你去買 你會選擇哪一種來買 我會那個羽絨比較高的那個九成 九成的對不對 對 感覺那個就是比較好的 然後我覺得看那個 因為我覺得 國內的標章老實說 不是那麼的讓人家可信任 所以我覺得要用現場的直接自己觸感 摸摸看 聞聞看 這樣子更真實 你除了參考這個指標之外 也要那個自己去摸一摸 你摸通常都怎麼摸 是抓一球試試看嗎 你只要抓一抓 看它的柔軟度 然後捏捏看有沒有硬硬的梗 因為很多那個不好的 它就像很多如果羽毛在裡面 你可以摸得到那個 一支一支硬硬的梗 然後如果那個硬硬的梗很多 表示它的成分也太高 所以等於說 其實我都是在摸比較柔軟 可是萬一它是甜棉花 你可能會不知道啊 確實是這樣 重量可以你區別喔 因為在區別的時候 通常來講 就像剛剛我們在袋子裡面有看到 它必須要放在一個45公分 30公分的這樣的一個箱子裡面 而且高度前面15公分 後面30公分 然後在裡面用仔細的去挑 因為你不在這個箱子裡面挑 它會灰掉 它就飛掉就不見了 慢慢的挑 實際上來講這個絨 還分成兩個大類 一個是毛型絨 一個是羽絨 這兩個保暖程度又不一樣 那你穿起來輕重的程度又不一樣 用手去捏一捏有沒有破碎的羽毛 或羽毛的這個梗是一個方式 但是真正它到很細的這個部分的時候 有時候它都很細 但是你手去分 它是毛型絨還是羽絨 實際上來講用手去 還不見得分得出來 對 所以最好的這個方式就是說 你去摸過了 你還要把它捏一捏拿起來聞聞看 就是說它裡面不能夠有 這個不好的味道 絕對絕對絕對不行 還有把它搓一搓看看 它這個毛會不會掉出來 現在都做得比較好 它其實都有防止說這毛 以前是不好的 以前就穿了之後 毛會慢慢的這梗刺出來 還會刺傷到我們皮膚 現在慢慢已經做得很好 它裡面都會有一個保護的裝置 其實你如果說 把它捏一捏 紋一紋 拍一拍 它應該是很快可以 恢復它的蓬鬆度 我剛剛有講過 蓬鬆度在我們國家的 13982之10等等之類 它都是有相關的規定的 有規定 你如果拍一拍壓下去 哇 它很快都不起來 那你會知道說 可能是被騙了 講到蓬鬆度 我們現場就來做一個小學驗 好了 簡小姐 桌上有一個應該是架槓的羽絨衣 我們拍一拍看 它會不會很快的恢復 好像有對不對 大家會覺得 它慢慢的膨起來 但是今天我帶了一件 我自己在夜市買的 我要犧牲一下自己 給陳博士來做檢驗 陳博士現在可以 崔芬姐幫我們拍一拍 揉一揉捏一捏 你看它的蓬鬆度 就沒有那個那麼好 對 沒有這樣子 膨起來的感覺 對 沒有爬芬噴起來 而且剛剛崔芬姐 你那時候有感覺 它裡面有梗嗎 就是沒有摸到梗 可是我很懷疑 它是不是甜的棉花 蓬鬆度不夠 它的柔軟度 也沒有像這種毛茸茸的 其實羽絨是非常柔軟的 那種觸感你就知道 它摸起來是 我很懷疑 教授要給我們看一下 你看它的標示 它標示寫著85%是羽絨 好 我們給鏡頭看一下 85%是鴨絨 對不對 對 那85%是羽毛 所以應該算是很好的比例 按照減小姐這樣講 摸起來有點疑慮 所以今天教授就要直接幫我們 剪開來做看看 裡面到底是什麼 剛剛我們新聞講到 然後大家講到 壓一壓對不對 五一五 為什麼 壓一壓 蓬鬆度 剛剛教授也提到 蓬鬆度越好的話 它的保暖效果越好 為什麼 我們有一個理論 就是所謂的 它叫西日 這個西思放日 因為那個羽絨 如果我們不算是高的 如果蓬鬆度越好的話 我們汗水流出來的時候 它會把這個汗水蒸氣 然後把它轉換成為水珠 那麼就會放熱 那麼慢慢的羽絨 它會把這個水蒸氣 就把它排放出來 所以它會保暖 但如果你壓一壓不是的話 那蓬鬆度不過這個也差 那聞一聞就怕說 裡面是不是有漂白劑 裡面有髒的壞掉 還有要磨一磨 剛剛提到的 磨一磨感質感怎麼樣 那麼還有一個 剛剛漏掉的 我們電視新聞漏掉的 要墊一墊 重不重 如果太重的話 其實很多太重的不好 越輕的表示羽絨 你還能用得多 所以重量滿重要的 剛剛還提到一個拍一拍 如果比較差的 羽絨都會跑出來 吳教授講的 就會跑出來一個梗 那比較差的 因為太碎也不好 如果是碎的羽絨 那拍一拍就跑出來了 還有一個更嚴酷的考驗 嚴酷考驗就是泡泡水 那麼接著燒一燒 這個也是蠻重要的 但是業者通常不會 讓你泡水燒一燒 不然就直接購買回家了 對對對 那麼你看我形容 為什麼剛剛提到 簡教提到 鴨類的 水鳥類的 或者是禽類的 不一樣 因為禽類的話 怕水 所以禽類的怕水的話 這個防水不好 那麼防水排汗的效果就不好 那麼這個水鴨 鵝啊 鴨 這個比較保水 所以它排汗效果好 吸水的效果 就不會那麼差 不會那麼多 不會吸水 對 不會吸水 所以要比較好一點 那麼你看一下 通常這個鴨或鳥類 它在整理它的羽毛 為什麼這個羽種會貴呢 含量少 一整隻鴨子呢 羽種的含量少 大部分是羽毛比較多 對 那它還有整理的毛 因為它為什麼防水 它的這個尾端 這是屁股的地方尾端 它有一個這個囊腺 那囊腺的話 它會分泌油脂出來 分泌油脂它要塗油 所以它的毛上要塗油 要塗油 那塗油就保護它的這個羽毛 所以塗了塗油之外 它還怎麼樣呢 它有鯊玉 為什麼 它有做日光玉 鯊玉日光玉花玉 鯊玉呢乾爽 所以這個羽絨的保存 一定要乾爽 不能潮濕 因為它是天然的所謂的氨基酸 潮濕會發霉長菌的 所以一定要乾燥 所以硬的保存衣服就要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把它剪開看看 剛剛我們不是標示了 85跟15的 那我們從裡面來剪開 對 裡面這個顏色比較好分辨 對 比較好分辨 就直接我們把它開腸坡度 就犧牲了你這件衣服 對 但是觀眾朋友千萬不要去店裡面 給人家嘗試 不然就真的要買回家了 好 接下來 真的把外面的布剪開來 博士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到底是什麼 它裡面還有一層這種布 那裡面這種布 通常都會有里層 就是怕說它會刺刺的對不對 對 所以它這個算是做得還不錯 是 算是夜市買的 好 我們接下來看裡面的內容物 到底是什麼 直接拿出來 這裡看不到羽絨 所以來看這一面 竟然沒有羽絨 這個沒有羽絨 不是 這個是里層的 里層還有 在外層可能有羽絨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外面的這個部分 所以其實在裡面做多一層是正常的 馬簡小姐 對 來 請那個 大家來摸一下好了 這個摸起來 這是羽絨嗎 摸起來 這個不是 這個的話正好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這種東西現在比較黑心的業者 黑心業者 對 它發明出一種名詞叫羽絲 羽絲 這叫羽毛打碎之後的東西 這是羽絲絨嗎 等一下 對 也不是也不是 不一樣 它就是說這個叫羽絲 你要不要飛絲 把它捲一個漂亮的 各位看一下 你有看過這個嗎 這個叫飛絲 就是羽毛已經本來是 不是真正的是羽絨 或者是毛形絨的 它把它拿來之後 把它打碎 弄成 就是用機械的方法 把它弄成很碎 碎碎才會膨膨的 本來可能是這樣一根一根 打碎了之後就變成 碎碎的 你也摸不到它的梗 所以其實也不會刺 這個叫羽毛的紮 把羽毛打碎之後 所以可以看出到 這個它的設計 其實一般來講 很多人以為說羽毛衣 而且機車主 以為說圈羽毛衣很薄 其實錯了 羽毛它其實它透風的 所以它在裡面 其實它叫 這裡面設計在外面 是不對的 應該設計在裡面 外面是要防風的材料 比如說我們早期穿太空衣 或雪衣 那這個防風防雨的 應該在外面 那這裡面的羽毛 應該放在裡面 結果我們剛剛剪開裡面 所以它設計的錯了 應該是保暖在裡面 對 保暖的東西通常都叫做裡面 結果它裡面沒有 結果它裡面是沒有 是絨布而已 裡面是絨布 所以其實這根本不保暖 那外面是叫做這個羽渣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叫 其實這羽渣 也沒有什麼保暖效果的 所以根本也不值錢嗎 是這樣說嗎 它就是等於是收購便宜的羽毛 把它打碎了以後 填充在裡面 那當然它也可以說 它是羽毛衣 或者是羽毛衣 以前我們講說羽毛 對著做 比如說羽毛球 或者是羽毛筆 那麼現在把它做到羽毛衣 好 那羽毛衣 等級不一樣 剛剛提到的羽絨衣 看這個 剛剛簡教的帶來 這個是真的羽絨 羽絨跟羽毛 我們可以做個實驗 羽絨它非常的輕 而且它泡在水裡面 它不會潮濕 它不會潮濕 所以外觀看起來差不多 廣告回來之後 我們帶消費者 親自來體驗一下 兩者的差別 到底在哪裡 回到地球黃金線呢 剛剛跟觀眾朋友 一起來看了羽絨跟羽絲 的確外觀跟重量摸起來都有差別 但事實上最關鍵的不同 到底在哪裡呢 不是 對 這一個就是羽絨 比較好的羽絨 非常輕對不對 那這羽絨拿起來是非常輕 然後你看 可以把它泡到水裡面去 泡到水裡面 它是不沉的 就算你把它壓到水裡面去 它還是浮上來 它會浮在水面上 對對對 這樣還浮上來 因為你剛剛講外面有油脂 對不對 會格局這個水分 對 沒錯的 還是浮在上來的 加下去 那麼它拿上來抖一抖 它還是乾的 所以它不會吸水 完全不會沾水 完全不會沾水 所以它浮在上面的 那麼比較差一點的 我們講羽毛也是 好 羽毛把它放在水裡面去 它還是一樣 其實它也是會浮 對 還是一樣會浮 只是它形狀不一樣 那起來抖一抖還是 那如果是假的那一種 比如說假的那一種 它吸水就比較明顯 像這個剛剛我們從這個 夜市買來的這個 所謂的羽絨絨 它的吸水的程度 各位看一下 它會比較黏在一起 就是它一根一根的會黏在一起 不像說這個羽絨 剛剛是完全蓬鬆乾燥的 對 那你看拿起來之後 它會黏在一起 吸了很多水 吸了很多水 所以就變得相對有重量了 對對對 那真的羽絨我們夾起來 你看比較一坨下去 起來抖一抖 一樣不吸水 真的 抖一抖不吸水 那最殘酷的就是燒 那麼燒它真正的羽絨跟塑膠 因為很多時候我買到便宜 它裡面混成一種叫鋸子纖維 就是說人造纖維 那人造纖維一種塑膠 它燒起來味道就是塑膠味 那這個天然的羽毛 你燒起來它的味道是不一樣的 就像好像燒頭髮 我們這裡有準備一小撮頭髮 各位如果你想一下 你的頭髮燒起來的味道 就是真正的羽毛燒的味道 這就是頭髮 頭髮燒完之後 就是胺基酸的味道 就是燒頭髮的一個胺基酸 好 燒起來就這個樣子 你聞到味道 就是那個硫磺味道 這味道 就跟羽毛一樣 那你把它捏碎 它是會捏碎的碎掉 在盤子上面有沒有 全部碎掉的 對 我們鏡頭可以帶一下 對 好像灰燼一樣 對 跟灰燼一樣 它不會像塑膠燒成一球 那我們現在燒一下這個羽絨也是一樣 它燒完羽絨也是跟燒頭髮是一模一樣的 是 但是它也容易點火嗎 對 會容易點火 那味道 有沒有 跟剛剛鬆頭髮的味道很接近 毛髮的味道 毛髮的味道 對 那一樣 你把它捏碎一樣是碎掉的 好